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导致代谢废物堆积 肌肉局部的血液循环不好 容易发生症软 4.过多疲劳 爬山等高时 小腿肌肉最容易发生疲劳 因为都是一只脚支撑全身主量 这条腿的肌肉提起脚所需到力量将是人体重到6倍 当它疲劳到一定程度时就会发生症软 5.缺钙 钙离子在肌肉收缩过程中其中重要的作用 当血液中钙离子的浓度太低时 肌肉容易兴奋而净乱 6.睡眠姿势不好 如长时间仰卧 使被子压在脚面 或长时间俯卧 使脚面抵在床铺上 或是小腿某些肌肉长时间处于绝对放松的状态 引起肌肉被动轮缩 对于腿抽筋 要根据不同的原因采取不同的对策 以解除症软而止痛 具体方法如下 1.发生腿抽筋时 可以马上用手抓住抽筋一侧的大脚拇指 然后慢慢的将脚掌向自己方向拉 再慢慢伸直脚 然后用力伸腿 小腿肌肉就不抽筋了 或用双手使劲按摩小腿肚子 也能见效 2.用小腿抽筋 高举左手臂 左小腿抽筋 高举右手臂 3.将手臂举高后 感觉手臂被拉伸 牵动到整个身体被拉伸 或是顺着手臂高举的动作 拉伸整个身体的感觉 3.按摩 蹲下来休息 必要时给予热敷 这样会减少小腿抽筋 或是使得小腿抽筋停止 好了朋友们感谢关注 这次常识了解更多常识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